好的 这几天天气是冷嗖嗖的 很多人可能都不想出门 这样一来也可能是让全台都闹血荒 综合地震事务所和捐血中心来合作 将捐血车开到了地震事务所的门前 希望来洽工的民众利用洽工的空档 多多捐血救人 全台闹血荒 而且是每一个血型都缺血 原来是因为天气冷 不但不容易让人有动力出门 许多人来捐血了 才发现血压高也不能捐 绕合地震事务所听到了需求 特别在门口前空出一块位置 给捐血车停放 希望前来洽工的民众都能够踊跃来捐血 我会想要捐血是因为现在冬天 其实各地都在闹血荒 然后很多民众都不愿意出门 因为太冷 我是已经捐了好几年 应该也有六十几次有了 想说这次又刚好在事务所的前面 有一台捐血车 也是所一起算鞋办这样 然后就想说好那就来捐个血这样 对啊今天捐五百cc 也希望大家如果有空的话 也可以来捐血 除了洽工的民众以外 综合地震事务所的同仁们 也都趁空暇时间晚袖捐热血 希望能为全台的血荒尽一份小小的力量 一起陪伴需要的人度过这个寒冬 中价新北新闻综合采访报导